最新的消息为大家来插播了 台湾中油公司从明天29号凌晨开始 七柴油各条酱0.2还有0.3元 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925000汽油 每公升29.6元 955000汽油每公升31.1元 985000汽油每公升33.1元 还有超级柴油每公升27.7元 这最新的消息先提供给您 当然同时还要来关注台北市的信义区 在28号凌晨惊喘了向警案 当时很嚣张 这位男子喝了酒喝猫了 开着改装车 这样子轰隆轰隆这样很吵的上路 马上被警方给拦下来 一看就不对劲 男子一见酒测值超标 还反问能不能够据测 都已经测了还问人家能不能够据测 袁警当然是当场傻眼 而除此之外 他的女友气焰更嚣张 甚至直接跟袁警爆发口角 叫来自称这个名人会的朋友 绕人来助阵 不过最后通通全部都被移送罚本 刺青男疑似酒驾遭到警方拦查 吹了几口后果然超标 但男子竟然开始耍赖 无论男子如何狡辩 但酒驾被逮个正着 就是当场以现行犯处理 只不过刺青男一盘的长发女子 火气似乎也不小 要将男子带回之际 长发女子却与远警爆发冲突 气焰嚣张 不是啊 我要你叫手机密码怎么了 5288 5288 我爱888 不断嚷嚷着自己手机密码 男子似乎真的喝多了 男子28号凌晨 因为改装噪音太大 遭到警方拦查酒册 男子酒册值高达0.54 不但不配合警方 甚至还怒呛在场记者 你在怒什么 女子对着镜头不断叫嚣 甚至打电话叫来有人助阵 两名有人到场 声称自己是帮派名人会成员 就怕冲突场面再扩大 警方也将助阵的两名有人 带回派出所侦办 针对自称徐为帮派组织成员 目前本分局掌握相关当事人身份 将因恐吓及社会秩序而误法 法办 酒驾在先 竟然还气焰嚣张 找来自称名人会的朋友助阵 这下帮忙不成 反倒全被依法送办 用国家公权力 替闹事分子上了一科 记者陈江游涛 台北参谋报道 顺大奥迪在说 真的全部带回去 觉得吵死了 这样子扰乱秩序 另外忍者蛙则是很害怕说 车里面有没有球棒 希望没有 我同时来关心桃园 还有这位无姓男子 他假日到苗栗泰安 爬虎山步道 但爬呀爬登山的时候 突然脑袋一晕 整个不小心摔落三层楼高 这么高的一个边波 没有办法走了 怎么办好危急 好 这个救难人员紧急上山 靠着徒手人力肩膊 徒手搬玉 足足花了八小时 终于把他救下山 我记得有那个提的那个绳子啊 救难人员将伤者放在担架上 捆绑固定后 开始合力把人扛下山 我给你了 哎呦 上面陡峭救难人员寸步难行 得不断调整方向跟角度 才能前进 再过前面那个时代好了 好 藏在担架上的是一名六十岁的吴先生 他表情痛苦 他是桃园人 假日到苗栗泰安的胡山步道来爬山 但是呢 在登山时却突然晕眩 不甚衰落 三层楼高的边波 伤者只有右下方的肋骨肌 右后背疼痛 没有装及到头部 虽然幸运没装到头 但他因为身体疼痛无法行走 只能被扛下山 救难人员徒手搬运 全程靠人力接驳 花了八个小时才将他送上救护车 见苗栗综合报道 平登恒春 有没有人住在这个地方 或去这边玩的 告诉大家27号 哇 刮起了大风 这个洛杉矶风威力有多强 香蕉树狂摇 摇到都看了都头晕了 金氏气也被直接吹掉下来 还有民众募集其事 被风吹倒 整个摔车了 阴架也硬声吹落 砸煞车棚 有够恐怖 当地民众说 这个洛杉矶风 简直比台风还惊人 另外气象局也预测了 下周开始注意了 大家听清楚了 冷嗖嗖 这个礼拜已经很冷了 下个礼拜更冷 北台湾平地有机会 下探只有10度 怎么低温 屏东车城刮大风 香蕉树被吹得左右摇晃 摇到感觉树叶都快断了 洛杉矶风威力超惊人 红盘大草原风声震耳玉龙 民众要走一步都很难 连手机都被风吹到快要握不住 垃圾桶盖子超有节奏感 民众拍下这画面 开玩笑说 这真的是活泼的垃圾桶 小心假手 另外一边横冲晚上阵风一度达到9级 监视器被吹落挂在灯杆上晃啊晃 还有鹰架被硬声吹垮砸在车棚顶 还好没有砸到人 日车大得比那个台风差不多吧 转角可能有稍微 侧风 侧风然后结果整个就打下去了 至少5到10台 恒春27号早上9点刮起10到12级强阵风 还造成车城及后壁湖地区部分停电 约212户受到影响 凌晨开始就已经有9级以上的阵风 而气象局预测下周冷嗖嗖 两波南下冷空气已经合并成一大坨 12月1号到4号干冷空气笼罩 北台湾平地下探10度 天气转冷更可能全台有感 这张春华评论报道 高雄的朋友们看过来 高雄现在祭出减烧令 造成全台事业废弃物无处烧吗 到底怎么回事 带你来追踪内幕 自己的垃圾要自己处理 我们高雄市是过去长期 我们都在帮其他的县市 在焚烧垃圾过去 你不能说烧垃圾 很久的习惯 帮应急再处理 变成它的习惯 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外界市的垃圾量要逐年来调降 来改善我们高雄的空物 中政府难道没想过这件事情吗 经济部在招商之旅 难道没有想到台商回台之后 对于相关的废弃物应该要怎么处理 所以应该做全面的部署吗 现在除了物价起涨之外 废弃物的清零费用也飙涨 那到底要叫台湾的民众以及回台的厂商 何去何从 现在全台湾很多地方的焚化炉都已经是相对老旧 那不管是要整修 或者是要重新再做一个更新的状态的时候呢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符合全台各地 一般事业废弃物的需求 所以连升产生的影响就是收费不断地提高 那到最后一定会反映在整个物价上面 行政部门应该要有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处理跟联系 那么有效来处理全台湾垃圾 焚化炉相关的一些问题 不要因为某一个县市它拒收外县市的事业废弃物的时候 就衍生出来全台湾各地的垃圾问题 张龙说应该要先自己处理 欧康那说哪泥自己烧 不过来看大家提到这个烧 睡点点纹烧真的烧起来了 整个大火 屋主被黑烟呛醒急的逃生 赶快带您来吃鸡 屋内一片漆黑只见橘红色火球不断燃烧 铁皮屋内高温闷烧 消防队员全副武装 头戴面具进入民宅 那时抹不打开窗 白色浓烟迅速窜出 外在高雄古山区一处斜坡上民宅 路超小条位在山坡处 还得先爬上楼梯 十几名消防员全都挤在一起 只能拉水线爬上楼梯救火 发现救火角度不对 还得借楼梯继续爬 而这起火灾全市闻乡惹的祸 屋主睡前点纹箱趋纹 但不小心掉下来烧到柜子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附近居民也全被烟呛到跑出来 好险屋主及时逃出 只有些微呛伤 火势也没有波及附近民宅 邻居也没有人受伤 经过一个多小时抢救扑灭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这段敏金线中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